如果说今天这个跨年的活动 我也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逻辑的问题 如果今天这个跨年的活动 真的是我叫李先生去干预 或者去瞧标案、瞧工程 那怎么会到最后 其实根本就没有要举办这个活动 那如果说是我请他去做这个 瞧这个工程、瞧这个标案 有这么大的利益在背后的话 那过程当中李先生本人应该是最积极 而且最着急的想要来办跨年活动的那个人 所以并没有所谓的干预人士、干预行政、市政 或者是说有任何工程、瞧标案的这个可能性在里面 那单纯可能就是说前前局长这一个部分 我们确实可能在行政的沟通上面 现在回头想起来确实有许多的一些疏忽 或者是让他误会的地方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就我们自己的一个 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们还是深自的检讨 也很感谢他在这段时间对新竹市文化局的付出